中美关系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高度关注 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 新加坡外长维文数次谈到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据新加坡联合仿报25日报道 当地时间24日 维文以连线方式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 中美外交高官在纽约会晤 他因此对两国关系能取得积极进展 持些许乐观态度 维文告诉新加坡 海峡时报很明显 如果你看看最近几周台海两岸发生的言论和行动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 我甚至可以说是严重担忧 但是我抱有一点希望 因为中美已经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谈 他说双方都明白局势的严重性 我们只能希望双方能理智处理 避免出现闪失误判意外 甚至是事态螺旋式升级的可能 此前一天维文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的活动中 也谈到中美关系 据美国财富杂事报道 维文说 从一个冷静的第三国的角度来看 美中关系中缺少的关键因素是战略信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焦点是台海 这是北京的红线中最红的一条 他警告中美之间持续缺乏战略互信 可能螺旋式升级 在台湾问题引发局势紧张之际 导致两国发生潜在的腮祸 他提到在过去一年的四次中国之警中观察到 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自信 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也越来越有利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维文表示 中美之间的分钟影响全世界 尤其是亚洲国家 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比较亲近中国或者美国 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选边站 如果在中美之间划条界限 站在任何一边都不会有好结果 据马尼拉公报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3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表示 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他称菲律宾对台海日益紧张的局势感到担忧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日在演讲时 批评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维文向新加坡媒体谈到此次联大会议的氛围 承诸美关系乌克兰局势粮食问题能源危机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未完全消除使大会氛围沉重 他说一些较小国家认为 必须在以规则为基础 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体系中加强多边主义 并尽可能说服和呼吁大国自我克制和遵守国际法